配偶担保移民有这么多份文件要填 但其中有一份你一填得不好 就整个申请毁于一旦 到底是哪份文件呢? 今集就告诉你 大家在看影片之前 记住like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按下小铃铛 一有最新的移民资讯 你就会知道了 最后一份 IMM5532 也是整个申请中 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份申请表格 所以大家必须要注意清楚 这份是一份相对比较重要的表格 所以大家填的时候 就必须要特别留神读 表格首先就是填担保人的姓名 出生日期和他有client ID 如果你知道就填 接着就是被担保人 就是主申请人 就是填他的名字 出生日期 也是如果他有client ID 你知道的话你就填 如果不知道的不填都无双大雅 接着我们就会看 部分A 部分A主要是填贊助的工作开放 首先他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在哪间公司工作 你填上公司的名字 地址 电话 职业是什么 以及税前收入是什么 在哪间公司工作开放 如果你是失聚的 那你就在这里写着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失聚的 以及解释一下 怎样可以支持到你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是self-employed 即是做生意的 那你就要写回你公司的名字 以及你什么时候成立这间公司 记住 Monthly Growth Salary 或者Income 一定是 税前月收入 或者是月工资 接着呢 第二条问题 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担保的人 或者曾经过往有没有担保的人 如果有的话 你就要写yes 没有 就写no 直接去第三条问题 如果写yes 你要填你以前曾经担保的 或者现在还在你担保的人的名字 出生日期 以及你是sponsor 还是cosigner cosigner 我们俗称叫cosponsor 那我们就跳去 Part A 第三条问题 就是Other Financial Dependence People 就是说 你要填 写清楚 有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 是财务上依赖你的 不管他是跟你一起住 还是不跟你一起住 还有呢 如果他不是在上面这个桌上列了 你就要在这里写 如果上面这个桌上列了 你就不需要在这里写了 包括呢 如果你有前度的配偶 前度的Partner 或者其他小朋友 是从其他关系得累的 你都要填他们下去 接着下来 就是填你的学历 这里很简单 你最高学历 读了多少代书 那你就贴花 比如我最高学历 在college 或者university 读了四年 那你就填了四字 那么addressed history 第五就是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住在哪里 详细的地址填下去 主要是填过去五年的地址 第六就是residency in Canada 就是他会问你 你是不是住在加拿大呢 如果yes的 你就填第七 如果no的 那你就要写下了 你上一次 最后一次到加拿大 是什么时候呢 你计划什么时候 回到加拿大 还有你回到加拿大之后 住在哪里 你都要填清楚这些资料 好了 接着就来到 part 8 最后一条问题 就是previous relationship 他会问你 以前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同居关系过 如果你没有 那就没有 不需要回答 直接跳去第八条 如果是有的 yes的 你就要填上 你所有以前的配偶 或者前度同居partner 那个出色日期 名字 你们的关系 什么时候开始 到什么时候 哪一天离婚 或者哪一天分开 那填完这个资料之后 你就去到第八部分 就是consent to disclose 那就是说 你要选同意 或者不同意 加拿大移民部 或者那个边防服务 去调查你有没有 牵涉假结婚 将你的调查结果 通知你的配偶 或者你的partner 那通常我都会说yes 因为我都没有不假 没有填假 你拍什么呢 对不对 第九就是 Decoration of Sponsor 你就签回你的名字 和写回你的日期 就可以了 那我们去到part B part B 是哪个填呢 part A 是 Sponsor 填 part B 一定是被担保 即是我们的主申请人填 第一条问题 已经开始有点难答了 有点吵爆头 完全不明白他说什么的 那就是说 在你们的婚姻关系开始之前 你的担保人 跟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 譬如你的担保人 跟你家里的成员 已经是认识 或者有些亲戚关系 或者你的担保人的家庭成员 跟你或者你的家里的成员 是有一些特别的亲戚关系的 如果是有的 你就购买yes 没有 你就购买no 如果购买yes的话 你就购买那个人的关系人 他的名字 出生日期和是什么关系呢 part B 的第二条问题 就是问 你有没有任何亲戚 即是包括uncle、auntie 即是叔叔、伯父、舅父 姨妈、姑姐 侄女、cousin 是住在加拿大的 如果有的话 你就要购买他们的姓名 出生日期 在哪里出生 他们的婚姻状况 跟你是什么关系 他们现在的地址 但是你是不需要购买 任何人士在IMM5406里面的 任何人士 即是配偶 父母 兄弟姊妹 或者子女 总之 欧度5406以外的亲戚朋友 你有你就要填在 这个第二条问题那里了 接下来就去到 part B 的最后一部分 也都是问 主申请人 即是被担保者 有没有前度的婚姻关系 或者前度的同居伴侣关系 如果没有 就购买no 有就购买yes 购买yes之后 就要填前度的配偶 或者同居partner的 出生日期 声明 他的关系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还有什么时候离婚 或者什么时候分开 填完之后 就去到第四了 一样是填concent 都是答 购买yes或者是no 我通常都会购买yes的 购买完之后 去到第五了 Declaration of applicant 签名 写回日期 那我们就可以去到 part c 那很快就去到 part c 亦都是最下一部分 part c 就是information about relationship 这部分我经常都觉得 好像写爱情故事 主要是关于 担保人和地担保人 怎样认识 怎样交往 怎样结婚 怎样一起保持联络 这样 那你看看第一条问题 他就问 When was the first time you met in person 就是说你第一次 什么时候见面呢 你们 那你填回日子 在哪里呢 形容一下第一次见面的状况 究竟有没有人介绍你们认识 那没有就know 有呢 就take yes 还有呢 要填回介绍人的名字 好了 第二条问题 Did you have any contact before you met in person 就是说 你们见面前 有没有接触过的呢 有没有联络过的呢 那如果有呢 就take yes 没有呢 就take no 但如果你take yes的话呢 你就要解释了 谁开始 採取主动第一次联络对方的呢 第一次联络对方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那你是通过电话 书信 电邮 还是社交媒体呢 通常回答这条问题呢 我最常见到的就是 可能有一些情侣 在dating app 关掉了 接着就在网上check了一段时间 才约出来真实见面 通常就会填这条问题的了 那么第三条问题了 are you living together now 那你们是不是一起住呢 如果是的 就填 yes 如果不是 就填 no 这条问题 无论你填 yes 和 no 你都要解释的 那如果要填 yes的话呢 那你就要告诉他 你们一起住了多久呢 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 你们一起住 甚至乎呢 会不会是之前已经有行房关系 之后才开始一起住呢 那如果你是申请under conjugal relationship的话呢 那你们还可能要说多一点 商户之间的commitment是怎样的 那如果你们不是一起住的呢 就解释为什么你们不是一起住 或者你们以前一起住过 后来分开了住 那又要解释 为什么一起住过 后来又要分开住呢 如果你们分开住的 会不会又和另一个人一起住呢 那到第四条问题了 第四条问题就是 就是你们如果不是一起住的话 那你们有没有相互去探访的对方呢 yes和 no 你都是要解释的 如果没有就解释为什么没有呢 如果yes呢 你就要详细列下 你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去探访的对方 那谁去哪里 就是譬如我由香港去探访我的加拿大的责任 或者我的责任由加拿大回来香港探访我 还有在探访的期间 大家是不是住在一起呢 还有住哪里呢 你都要写清楚的 接着就是第五条 他就是问 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那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沟通的时候 用什么语言呢 那如果我们两个都是讲广东话 我们就详维Cantonese 讲国语的就讲国语 讲英文的就详英文 那第六条呢 How often do you communicate when you are not together and how 那如果你两个不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的沟通会有多频繁呢 还有怎么样沟通呢 譬如我们每天都会用WeChat的 我们每天都会传电邮的 我们每天都会Line的 或者每天都会Facetime的 那你就讲出具体的状况 好了 去到第七题了 Do your close friends, family and children know about your relationship 就是说 你最亲密的朋友 你家里的家庭成员 和你的子女 知不知道你们的关系呢 如果知道 就写yes 不知道呢 就写no 那在下面呢 如果你是不知道的 你就要解释 为什么他就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 你要填写下 哪个知道 譬如我带过我女朋友去见我妈 那就写我妈的名字了 哪个有关系的呢 就是跟那个sponsor 就是跟我 还是跟我的女朋友的关系呢 那我妈的同学有关系 那我就写sponsor 那是什么关系 那就是mother and son 第一天见面 是什么时候 那你写年月日 第八条 if you are married answer a below if not go to question 9 那如果你结了分 就答A那部分 如果没有的话 就直接去第九条问题 那A那里就是 was your marriage arranged yes or no 那如果你填yes的呢 那就形容一下 你的marriage 是怎么被arrange 哪个安排 什么时候 还有在什么地方 那到第九了 with their formal ceremony or event to recognize or celebrate your relationship 那他就会问 那有没有任何 就是正式的仪式 或者活动 去庆祝 或者去确定你们的关系呢 譬如有些订婚仪式 那有些国家 有些传统的婚礼的仪式 譬如古时 中国人拜天地就可以了 或者有些人 去找个族长 这样说两句 那就可以了 那有没有一些 commitment ceremony partnership ceremony reception 就是一些 确定你们的关系的活动 或者你们去honeymoon的 的想像 的仪式 那如果有的话 你就take yes 如果没有 你就take no 那如果no 就解释为什么没有这些仪式 如果有呢 你就要写日期 什么时候 那个仪式 或者活动 在哪里 请了几多奔客 和哪个主持 这个活动 而且你要看 这里有哪些人 是出席了的 哪些人没有出席的 如果这里写的人 就是ABCDEF 有哪个人没有出席的 你就在下面 就要解释 为什么他们没有出席 那我们就去到 第十条问题 他就问你 有没有怀孕 如果有呢 就填 yes 没有呢 就填 no 如果你填了 yes 你就要写你的预产期 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条问题 就是第十一条 他就问你 有没有其他额外的资料 你想提供和他分享 更加强化你的关系 或者更加相信你的关系 如果你有呢 你可以去填 这里 如果这里不够填的话 你就可以用附业 接着下去 就是第十二和第十三 就是个sponsor 担保人和applican 签名和写日子 如果你们填这份表格的时候 有人不懂英文 那就需要翻译协助你填这个表格 那么翻译的人 都要填这一部分 跟着签名也写日子 签了名 写完日子之后 这份表格 就已经正式填好了 好了 今集呢 我们已经教大家填了三份 在配偶担保移民里面 最重要的表格了 但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是以legal marriage 这种形式 申请配偶担保为主 去教大家的 但如果你是通过行房关系 或者同居伴侣关系的话 你需要填写的表格 或者内容 是会有些不同的 请大家留意 加拿大移民部的指引 好了 加拿大配偶担保DIY 这个系列 已经来到尾声了 希望我们的影片 可以帮到大家 解决在申请上的问题 如果大家对今集 有什么问题 或者意见的话 请你在comment那里写下 我会尽快回大家 最后记住 COS我们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